前一秒罢哥才被人推下黑洞 醒来之后 却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黑洞旁 但是周围的环境却变了 旁边是巨大的探照灯 有彩油机在疯狂运转 不远处士兵们拿着AK正对的 四周还围满了罢哥熟悉的人 但是他们都惊恐地望着罢哥 正当罢哥疑惑之时 妻子从人群中放了出来 下一秒 罢哥惊呆了 自己竟穿越到了两年后的时间线上 突然 妻子俯在罢哥耳边 说了一句 罢哥还没有反应过来 人群中的死对头 维恩家大娃直接朝他开枪 同时那些士兵也开始疯狂追他 罢哥腿被击中 无奈只好重新朝深渊跳去 过了不知多久 罢哥醒来 看着熟悉的环境 他知道自己回归了 预知了未来两年后 自己将死的罢哥 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另一边 家人正焦急等待着罢哥回家 对一声 门被打开 罢哥亮亮呛呛地回到家 一言不发就静止回到房间 家里人都很失惊 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么狼狈的罢 罢哥穿好衣服走得出来 但是他对自己身上的伤势只字不提 家人关心 罢哥却直接骂了回去 他只说了一句 晚上在妻子的追问下 罢哥终于说出 枪伤来自维恩家老大 可实际在他抛尸的那天夜晚 维恩家兄弟根本没有出现 第二天 老对头维恩打电话通知罢哥 要他按照政府提文 把西木城交给他 交是不可能交的 罢哥找到了自己的律师 可律师却让他直接交出读地 这可把大哥气坏了 他决定去找老维恩 四人 见到老维恩 罢哥表示用更肥沃的男物厂 向他交换 但意外的是 老维恩直接否决了 简直是只老狐狸 而另一面 奥特姆走在山林间 突然 他仿佛看见了西式卷 还急忙翻出笔记本对照 原来山崖上有个诡异的符号 正是他苦苦追求的 这是一个小女孩走不出来 他问眼前这个怪女人在看什么 奥特姆没有隐瞒 可下一秒 原来女孩是罢哥的孙女 得知神秘符号含义的奥特姆待着 可女孩下一句话让他更加吃惊 奥特姆不敢相信 自己明明推下了爸爸 他怎么可能回来 奥特姆准备去一探究竟 深夜 罢哥一个人偷偷摸摸地翻着手 突然 气筋被打破 原来是奥特姆 罢哥要他马上离开 他却以罢哥抛尸的秘密来威胁 接着他说自己以前的记忆 都像是被抹去 有一种神秘力量 使自己找到罢 他要罢哥帮助自己找出答案 那么两人之间到底有何牵扯